車子 司機都屬於 蝶戀花 周比昌先生的 證據曝光 事故車主是蝶戀花 周比昌 車禍死了33人 絕對要究責 但 車子是人 車行 是 尿進 車子來講 並不是 並不是 屬於蝶戀花 車身 司機的部分 是屬於車行 是女 跟女行社 車跟人都撇給車行 事實是這樣嗎 車子必屬於 蝶戀花 一樣的女行社 老闆 周比昌 這個最幸福 上面車主 周比昌 司機是屬於 其他司機看不下去 拿出鎖戀 合約和維修單據 有電話女行社沒有車行 所以他轉過來 有一通電 你看這份文字最清楚 105年2月24號 是從上門通電轉過來 到有一通電 該是誰的車 大家最清楚 車行只是給你鎖而已 我也是你不能說出的事情 全部都車行 假鎖航 針戒牌的關係 勞動局調查 發現司機排班請假 都要蝶戀花同意 兩者確實有蟲蟲關係 有人在謝責嗎 車子來講 並不是蟲蟲蟲蟲 白髮的黑字 清清楚楚 我百姓不是人 蝶戀花的公司才是人嗎 安倍隊 處罰中心 綜合報道